据台湾媒体报道 一人大S前阵子宣布付出演艺工作 参与节目录影 让九等的粉丝相当兴奋 没想到27号晚上老公汪小飞透露 他卧病在床 看来似乎有点严重 让网友有些担心 对此 小S大为他解释是因为心脏不舒服 现在已经好多了 大S透过经纪人回应 因为保姆这几天休假 他一次带两个孩子 天气变化又比较大 加上心脏二肩半脱锤 26号就觉得心脏很不舒服 便前往医院检查 目前已经没有大碍 因为他的心脏病算是后天才有的 所以没有办法通过吃药医治 只能尽量不要太过劳累 妹妹小S也表示 他好多了心脏不舒服 对此 汪小飞则在微博透露担忧心情 昨夜病床看你 脑海一直重复这首歌 今天恢复过来 想起来小崽子要好好的 咱们四个一个不能少 接着分享大S为泡沫之下演唱的 泡沫美人鱼这首歌 想听你的声音 想看到几年前那匹狼 你为孩子付出太多 醒来还想着孩子们 我跟你听了这首歌 满眼是泪 你却说这是一首很怂的爱情音乐 但在我心里 它盘旋了一宿 透露老婆就算生病卧床 醒来还是挂念着孩子 网友除了留言助大S早日康复外 也希望他自己要照顾好身体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